素食也可以有滋有味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食材超级丰富 做法简单 超鲜美的 石井树翅羹 所有们一定要学会这一道 营养美味全家都爱吃 准备四五朵干香菇泡发以后切成丝 四五朵木耳泡发后切成丝 一小把金针菇去掉根部 对半切开打散 半根胡萝卜插成细丝 一张豆腐皮卷起来切成细丝 再准备一小把香菜切碎 一把龙口粉丝泡软以后 稍微切短一点 锅中热少许油 先放入香菇和胡萝卜丝 翻炒一分钟左右 把胡萝卜炒软 香菇炒出香味 随后往锅中加入大概800毫升开水 把金针菇还有木耳丝 豆腐丝都放进锅中 大火煮开 煮个五分钟左右 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松茸鲜酱油 来点酥蚝油 一点点松鲜鲜 一小勺盐 再来一点胡椒粉 把食材喝调味料搅拌均匀 接着把粉丝也一起放进来 稍微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来勾芡 勾芡是这道树翅羹的灵魂 倒入小半碗淀粉水 大火把汤汁收浓 关火 然后出锅前 我们再撒上香菜碎 淋上一点芝麻香油 再加入一勺香醋 最后一次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吃了 香气非常的浓郁 食材丰富 鲜香美味又可口 建议我们吃素的小伙伴们 都要学会这道菜 简单方便 有菜有主食 晚饭吃上这么一大碗 真的会超级满足 连饭都不用再煮了